沙姆尔记上第八章 沙姆尔年纪老迈 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 长子名叫约尔 次子名叫亚比亚 他们在别世巴做士师 他儿子不行他的道 贪图财力 都受贿赂 虚枉正直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 来到纳玛见沙姆尔 对他说 你年纪老迈了 你儿子不行你的道 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 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 沙姆尔不喜悦他们说 立一个王治理我们 他就祷告耶和华 耶和华对沙姆尔说 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 你只管一从 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 乃是厌弃我 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 他们常常离弃我 侍奉别神 现在 他们向你所行的 是照他们述来所行的 故此 你要依从他们的话 只是当警戒他们 告诉他们将来 那王怎样管辖他们 沙姆尔将耶和华的话 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 说 管辖你们的王 必这样行 他必派你们的儿子 为他赶车 跟马 奔走在车前 又派他们做千夫掌 五十夫掌 为他耕种田地 收割庄稼 打造军器 和车上的器械 必取你们的女儿 为他制造香膏 做饭烤饼 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 葡萄园 橄榄园 赐给他的臣仆 你们的粮食 和葡萄园 所出的 他必取十分之一 给他的太监 和臣仆 又必取你们的仆人 婢女 健壮的少年人 和你们的驴 供他的差役 你们的羊群 他必取十分之一 你们也要必做他的仆人 那时 你们必因所选的王 哀求耶和华 约和华却不应允你们 百姓竟不肯听 撒母耳的话 说 不然 我们定要一个王 治理我们 使我们像列国一样 有王治理我们 统领我们 为我们征战 撒母耳听见 百姓这一切话 就将这话 沉迷在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 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 为他们立王 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各归各城去吧